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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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 不过 1976年大规模演习的时候 在皮定军乘飞机到演习地区视察的途中 因气候恶劣 能见度低 轰隆一声巨响 飞机不幸撞上山壁 池城江场半个世纪的一代名将皮定军 就这样沦落 此后 被葬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不过在他去世15年后 根据玉西百姓的强烈要求 皮定军的骨灰 被移出八宝山革面公墓 安放在河南登峰的烈士陵园 皮定军在结婚之后 一共养育了五个子女 大儿子皮国红跟随父亲一起参加演习 不幸空纳一起去世 二儿子皮国涌到了后来 已经成为了少将 不父 父亲威名 其他三个孩子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践行着自己的责任 真正成为了 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中良砥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